30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 专家说石油还够用50年 18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 专家说石油还够用50年 昨天看到一篇文章 专家还是说石油还够用50年 我一琢磨原谅我这快40年算是白活了 石油到底还够用多少年 这个问题呢三两句话说不完 但是我想那些到处宣传石油枯竭论的 肯定不是卖石油的就是卖汽油的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不但没有等到石油枯竭 反而感觉地球上的石油越来越多了呢 首先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地球上所剩的石油原本就不止50年 事实上还有很多 要了解这个呢 咱们先要了解石油的来源 曾经主流的说法是 地球上的石油是古代生物遗体 经过沉降和堆积 然后经年累月形成的 这个转化速度非常之慢 需要千万年 所以呢 他们把石油定义为不可再生资源 既然是不可再生资源 那一定是有用完的那一天 似乎从这个定义诞生之日起 就给石油打上了一个标签 那就是石油一定是越来越少 一定是越来越贵 但是后来有一些科学家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他们认为石油是地壳和板块运动生成的结果 根本就不是生物遗体转化的 所以呢 只要自然界当中有碳和氢这两种组成石油的元素 再加上合适的条件 石油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生成 所以石油根本就不是不可再生资源 这两种说法呢 谁也说服不了谁 我的物理水平虽然还行 但是离探究这个问题还差得太远太远 但是我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 因为巴西有一位科学家 他做过实验 他在一个没有生物参与的自然环境当中 根本没有生物 更别提遗体了 然后呢 模拟了一个非常苛刻的实验条件 究竟是强光照射呀 还是高压电机或者雷劈 或者是在老军的炼丹炉里面 用三倍蒸火断烧 这个我不清楚 反正是很苛刻 但总之通过这种苛刻的条件 生成了类似石油的物质 所以说石油和生物遗体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些条件呢 我们觉得很苛刻 但是太阳给我们地球的能量 实在是太大了 在这个地球上 每天都有地方在被雷劈 被强紫外线照射 被狂风暴雨击打 所以呢 有一些科学家认为 石油也是在不断的生成当中的 并不是不可再生 50年代末 有一个叫哈伯特的科学家 他说到1976年 美国石油开采量将会达到峰值 之后呢 就会逐渐枯竭 哎 怎么那么巧 到了1973年 地球上来了一次能源危机 时间点呢 和哈伯特预测的非常接近 所以当时很多人都相信 石油会枯竭 但是呢 这个哈伯特在去世之前 他说了实话 所谓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嘛 他说 当初他说石油会枯竭的时候啊 是由于受了石油巨头的邀请 当时的整个研究过程 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所以说 地球上的石油储量 原本就不止50年 当然能编出这种瞎话的 你想一想就知道 肯定都和卖石油的有关 我又仔细的看了一眼 昨天看的那一篇关于 目前石油还能用50年的文章 一看来源 果然是来自一个石油出口大国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人类的勘探技术和开采技术 不断进步 很多曾经没有发现的石油 后来被发现了 消耗的速度呢 赶不上发现的速度 因此呢 就会感觉石油越来越多 现在已经探明的 还没有开采的石油 有300多亿一桶 已经探明的 但是目前还没有能力开采的 有2000 接近2500多亿桶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 这2000多亿桶呢 早晚也是囊中之物 而没有发现的 以及被发现 但是故意隐瞒不说的 可能还有更多 为什么发现了 却故意隐瞒不说呢 想想你就明白 卖房的有一个词 叫做五盘吸售 目的呢 就是为了哄抬价格 我这个人向来是比较乐观 我主观的认为 我们根本就等不到 石油枯竭的那一天 不是说地球上的石油用不完 而是还没有等到石油用完 我们就会找到新的 更好的 更清洁的 能量密度更高的 采集成本更低的能源 去代替 到那个时候呢 就算石油摆在面前 我们也不会去用的 青铜时代取代了石器时代 不是因为地球上的石头用完了 而是人类发现了铜 同样呢 铁器时代取代了青铜时代 也不是因为地球上的铜用完了 而是因为人类发现了 更好用的铁 卖石油的 为了利润 会鼓吹石油快用完了 我们这些消费者呢 就别跟着瞎扎唬了 千万别让人卖了 还帮人数钱 我是爱闲料 有观点的小郭 更有趣的话题 咱们明天接着聊 再见 再见